看个电视也不消停 跟我在这腻腻歪歪 是不是诚心不让 嫂子她们看电视啊 我有那么坏吗 嫂子她们肯定是因为 这事不来的 你看你啊 左一个嫂子 右一个嫂子 怎么了 嫂子不来看电视 你坐都坐不住了 你说话好听点 说什么呢 有小叔子这么关心嫂子的吗 你这毛病 我说了多少次了 还犯 你对嫂子比对我还好呢 我还不能说了 不能 早知道我不搬过来了 那你再搬回去吧 二叔 我正想跟你说呢 这电视还是搬回去吧 商量好的是不是啊 什么商量好的 你二叔这边刚打个雷 你就来下雨了 不是商量好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这电视 放在你这儿不合适 你把话说清楚 有什么不合适了 这电视买来是大家看的 这么一来 好了成你一个人的了 怎么成我一个人的了 你想学习 耳朽喜欢安静 耳朵每次来想看动画片 我哪次不让看了 怎么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宝珠 你说够了没有 我没够 那我妈呢 我妈她为什么不来看了 你自己回去问你妈呀 你问我干吗呀 保重 妈 妈 耳朵你跑什么呀 我先好好说你又吵起来了 你干吗呀 我让你搬 等一下你站起来 等一下 没事吧 干啥呀你 凭什么呀 你花钱买的电视 她别这么说搬就搬呀 怎么就不能放这屋啊 耳朵 你把这电视办内屋去 好好好 我不让你搬 你让开 我不行 你胳膊着往外过来呀 你让不让 我不让 凭什么呀 不来看电视都怪我呀 你让开行不行 我不让 好好说怎么都行 我就是不让搬 什么好说来说的 今天说搬就得搬 志强 这是怎么了 快回屋去啊 嫂子你看 你看他俩多不讲理呀 非要搬电视 宝珠 你听我说 这电视不搬 嫂子从来没说过要搬 那你问耳下 我说的 怎么了 耳下 你听什么乱的你 你看看大嫂 一个小丫头骗了 把他二叔指挥的团团转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时候指挥了 胡说八道 本来就是 你们合伙欺负我 宝珠 电视不搬 二乡 电视不搬成不 不成 今天这电视必须得搬 你 我就不让我看你怎么办 必须搬 我就不让你搬 二叔 你说这事要怎么办 二叔想要你说 这电视放哪屋 你 你干吗呀 别让我看 我看你 我的天 这下你们输的了 这下我不过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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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让任务消停会儿你 我没做 都是二十桌的 叔子 过来 晓晓 怎么了 你这玩的哪出啊 不是你再不说我回去睡觉去了啊 把电视给砸了 你多大的火气能把电视给砸喽 儿下和宝珠呗 这俩人又掐起来你说烦不烦 儿下不懂事吧 这宝珠也是兜鼻子又上脸 说多大的事啊 我跟你讲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就你们家那儿下 哥谁谁受得了 他俩家可不是一回两回子了 哪儿有一小孩对大人那样的 一点尊重都不讲 可宝珠的性子 能受这委屈 是啊 他是受了委屈 可他也不少毛病 谁没毛病啊 你没毛病 我没毛病 那宝珠是跟咱从小一块儿玩到大的 没心没肺性子值 他哪懂得算计人家呀 他不会算计啊 你说他不会算计啊 不是 你怎么还就这人小鞭子不放啊 要我说 那就不叫算计 那是因为人家爱你 有这么爱的吗 有这么爱的吗 照你那么说事儿下不对了 不是 那你说是谁的错 不 是儿家 那不就得了吗 别 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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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什么哭啊 大不了不跟他过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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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难听的还在后头呢 我这闺女嫁到儿家委屈死了 屁打点事儿 闹出天大动静了 我这家人我真服了我 你说你 你这 不行 这回我怎么着也跟他们说道说道 我忍不下这口气了 你 我求求你 你别火上叫油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谁也别拦着我 你 你 不是 回来 回来 牛姐来了 怎么回事啊 宝珠在我那儿哭得呜呜的 怪我家孩子不懂事儿 孩子不懂事儿 我看大人也不懂事儿 你不许说我妈 你是哪个妙里神子 我跟你说 你要是骂我的话 你就骂我好了 你不要烧带上我妈 你看看 看看这孩子 你欺负人了你还 你还满嘴的理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孩子 你怎么教育孩子了 连天马礼貌都不懂 我告诉你啊 宝珠还是你二婶的 要论起来 你得跟我叫奶奶呢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谁奶奶啊 我说什么了 你奶奶怎么了 我问你 你在这个家算老几 你凭什么直愁画脚的 你让你二叔搬电视 你二叔就得搬 是不是 你让这个家不休息 这个家就得闹 你成精了一点 我告诉你 牛姐 你想着气 我们老少女生还没死绝 我告诉你 牛姐小小小小 你又回我去 你又不保住就不行 你就不能那么轻 你在圣宝珠算老几 你再宣保住算老几 你再宣保住 你再宣保住就有事儿 你再宣保住就有事儿 是 怪我家孩子不对 我跟你赔的不是 赔不是就行了 你这欺负人了 还满嘴的理 我们家宝珠是小媳妇啊 這谁的气都得受 不像你这家人 怎么着 宝珠她妈来闹了 儿下做的这事啊 我都张不开口 不是 那也不能跟孩子计较啊 儿下呢 跟宝珠妈顶了几句 让我打了眼了 你说你打孩子干吗呀 我让她懂规矩 现在屋里呢 跑了 行了 你别气了 我去找她去 你妈这个人呐 她就是个跑剑子 一点就着 你说这 这俩亲家今后这样下去 还怎么过着 爸 我是不是得找我妈去啊 你找她 不用找 不用找 老太婆 你看你 你没惹事吧 惹了 我把他们家房子给点了 你看你 我什么我呀 我闺女在二家受了欺负了 你当都跟你似的 三脚踹不出屁来 往后日子还怎么过 我告诉你 这口气 我早晚得出 你你倒是痛快了 你把人家家给搅乱了 我管她乱不乱 你一顾倒为谁 妈 你跟人大嫂吵去了 哎呀 那惠兰就不是个吵架的人 一个劲跟我赔不是你 倒是耳下那小丫头骗的那嘴 耳下那嘴跟刀片似的 你说 他当我牛半岚什么人呢 我牛半岚不是吃干饭的 我不好惹 挑老子我都不怕 我怕咱个小丫头骗死我 不说不说了 你看你跟你这小孩计较个什么呢 你 孩子 有这种孩子吗 整天就挑我们宝珠的不是 我告诉你 他把咱们一家都当傻子了他 妈 你这么做会坏事的 哎呀我我得宝珠啊 妈这是替你出气呢 你你别这么傻行不行 妈瞧瞧你了 啊 可是你 我怕了 怕什么 怕什么 我跟他说宝珠 大不了就跟他离 你看你说这是什么 那怎么了 让我怎么说 这 我家宝珠受了委屈了 不能我说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他耳之强现在敢摔电视 他明儿他就敢蹬别的上脸 我好好的规定 我凭什么让他受这份欺负我 爸 爸 你回来啊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 你不是说过你会没我们 你不会没我们 爸爸 爸爸 你回来 我 veut小你吧 爸爸 爸爸 你回来吧 爸爸 妈妈 你为什么不要我呢 晓鸥 你跟二叔回去吧 你为什么不要我呢 我回去 你放开我 我不要回家 晓鸥 我不要回家 我要回家爸爸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要回爸爸 爸爸你放下我 听话 你放开我 二相 听二叔的话 嫂嫂 我们回来了 快 给妈陪不是 二相 我妈都急死了 二相 你 萨Yes 别气了 这不是孩子吗 今天这事也不能怪耳下 怪我跟宝珠 宝珠跟耳下吵本身就是宝珠不对 我也不该摔东西 你别生气了 你这是宽我的心哪 你们吵的时候我在旁边 耳下确实太过分了 可是 什么都不说了 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我不接